会有参加一些 但是这样的还是第一次 小彩虹之前应该是 跑步 跑步的 对对对对对不对 一想到小彩虹 就会想起那个非常可爱的一个表情 就是surprise那个 就想不到我会去跑步 反正就是确实是和脑海中差异有一点大 证明反而很全彩嘛 一个喜欢给人惊喜的人 surprise 不知道二位 因为你们这个团体 今天会给出我们中场大秀 在一场盛大的体育的表演舞台上 给出中场大秀 其实是这个舞台非常点睛的一笔 不知道二位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舞台上 去给出表演 你的期待是怎么样的 三丽先来 其实我们火箭少女101 是很开心能接到这一次的邀请 然后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所以其实我们在表演的这个 我们准备的这个表演 其实我们是很用心地在准备的 然后也希望是能让大家看到更不一样的火箭少女 对 一样 对对对对 可以透露一点不一样在哪儿吗 不一样在我们今天穿的很bling bling 就是很有憧憬给大家加油的一种感觉 上个月是刚刚推了自己的新歌 然后也是像是这种比较运动的风格 那从整个团队来看 你们觉得说谁的运动细胞会更好一点 二位在座的我觉得就是运动细胞会更好的 其实我们两个算是 但是有可能我们专场的项目会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我了解到Sony好像很喜欢科比吧 对吧 对对 然后采访也说非常喜欢科比 其实对于女孩子来说 真正懂球的其实不多 然后看球的好像也不是很多 那Sony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篮球的呢 其实我是因为我哥哥之前是篮球队的 然后因为我跟他就是住在一块嘛 所以他也会看一些球赛啊 不管是国内的或是国外的他都会看 所以我都会跟他一块看 然后到后面呢就是有机会就是参加学校的团的那个 我记得你是篮球队的球员 对是是是 但是那时候有可能不会像现在的这个场面这么专业 因为当时也是个小学生喜欢运动的一个对 后来还在继续看就是NBA的比赛直播吗 就是自从跟我哥分开了之后 就是来到这里来工作了之后 其实就会比较少看到 对对对 缺少了一个信息的来源 没关系可以看我们腾讯体的直播 NBA所有比赛都有 每一场 每一场 这个文推的可以是非常的软了 不经意之间流露 不经意之间 那说小彩虹吧 其实就很多琼琳啊 包括很多男生 因为很多就是你的粉丝 其实涵盖的领域非常广嘛 不仅仅是女生 然后很多男生超级的爱你们 真的吗 真的真的好喜欢你们 男粉 男粉 我我也有很多男粉好不好 对 我可以证明 我可以证明 对 这位我旁边就是一个 我都好 性别男性别男 爱好女 虽然特征不认明显 在一层前面 开玩笑 能不能简单在那个屏幕前跟我们秀两个动作 就是你们自己的平时比较代表性的动作 比如说 我们想想说可以就是那个 surprise那个 然后Sunny也可以想一个动作一大加 就是我们的标志动作 对 也就当作 那我先来吧 那我们的球员加油打气了 好的 好 加油打气 这是我创造一里一出来了之后的一个标 标志动作 这么帅的 哇 加油 好帅哦 好帅哦 帅帅帅帅帅 那我就 我其实想模仿他这个 但是呢 但是呢 就做一个给大家打气的吧 加油加油加油 好可爱好可爱 好期待 好期待二位在今天这个中场表演大秀的这样一个表现 因为在这样一个舞台上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 跟在平常表演的舞台之上 但是 在你们表演的之前之后是有比赛的 不知道二位对于今天场上 可能谁的表现会更有期待一些 对 小白啊 吴亦凡啊 还是麦迪啊 还是波时啊 还是谁 我先说好了 因为其实 我当然是 都很期待 你明明自己想说 还要让他先说 因为 因为就是 可以看到就是这边的各种牌子 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帅哥 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想要来看看帅哥打篮球的样子 也想要为他们加油 但是如果今天说是我的话 我最想要加油的是 周睿 周睿 对 因为其实我跟他有认识 但是他之前有约过我去 打篮球 对 真的只是打球啊 真的 但是呢 我觉得有可能 我自己会不好意思 然后今天能真的 决定叫上大伙一起来 对 是这一次能真的看到他在球场上表现自己的 对对对 周睿 打球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次 就是比较 他是那种 就是很 很有范儿的那种 他一拿球 就很有拿球 要打球的架势在 就很帅 就跟他唱歌 是一个感觉那种 好 张太宏 我其实也想看每个哥哥打球 对 但是对 但我也有特别想要加油的就是远哥 张远 对 因为我之前就是知道远哥就跟我认识了蛮久了蛮照顾我的一个哥哥 然后知道他很喜欢打球 然后也知道他球打得很好 然后这是第一次可以这样在这边看他打球 所以很蛮想给他加油的 对 远哥好像确实是特别特别支持小野红 好像你晋级的时候 好像蛮 对很谢谢他这么支持我 蛮世界的呼声 对 张远应该是非常准的一个投手 因为我们有机会大概每个礼拜会一起打一次球 很准 所以今天在你的支持之下 我们看看张远会不会在场上有非常出色的范围 远哥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加油打气 我们还是挺期待着说当在这样一个体育赛场之上 我们试图传递体育的魅力 因为我相信在你在成长过程当中 玩跑 打篮球 体育对你们是有影响的 能不能跟屏幕前的各位去讲一下 从自己的感受上来讲 到底体育的魅力在哪 因为你们成长过程当中都包含着体育的元素 好 我先 每一次都是你先 这次我先 说的最多就是我先 好 其实我觉得体育是一件非常累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去坚持这件事情 因为像我以前跑步的话 就每一天都要训练 就是你歇一天都不行 因为它要练你的肺活 练啊练你的 就是你有一点掉下去会很明显 然后就得坚持 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中途就很想要不跑 就很想要放进 因为真的很累 就是要一口气地冲到底 但是后来发现 我跑完这一段之后 我会觉得 哇 我居然坚持下来了 就是会有一种给你的 毅力 毅力 对 然后到现在包括我参加节目啊 跟我们在做 就是跳舞也好 或者是唱歌跳舞 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嘛 然后就会很心累 但是一想到这样的时候 就会更有毅力去坚持它 但是在我们脑海里没有 没有印象到底你累 坚持困难的脸是什么样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印象都是那种 不行不行 跑步的样子真的太丑了 跑步也是这么笑吗 我觉得在比赛的时候 他们就很辛苦其实 然后他们比赛就很辛苦 就像是我觉得之前 要有一些体能训练 方向就有软跑的体能训练 它会增加你一个 一些肺活量啊 就是跟身上一些 比较一种耐 肌耐力吧 也是非常需要的 然后我就觉得运动的孩子 就是他会有一种很 坚持下去的那种心 对 陈妮呢 陈妮也是这么讲的 像我觉得运动其实就跟做艺人一样 就是你想要成功成为一个厉害的人 就是过程都很辛苦 因为像我 其实我觉得在运动这方面 我没有到很那个 机智的那种 机智的 因为我有可能就是 当我篮球了之后 我就想要去游泳了 游泳完了之后 我就想去打跆拳道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让我的 就有时候我心情不好 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会让自己很舒服 感觉有发泄流汗 对自己 还可以瘦 对 主要是还可以瘦 然后自己的那个情绪方面 也可以变得很好 对 希望RA能够继续坚持 同时在你们的艺人道路之上 能够越走越顺利 这是我们前方的采访 紧接着我们给大家带来探影 大家稍事休息 不要走开